花园市长魏嘉贤则是在日前接同了主力李里长 探望因为罹患骨髓性血癌的黄性民众 除了发给社会安全网急难救助金之外 也提供了食物银行的物资 魏嘉贤表示黄性民众这一次再度的复发 目前在慈激医院接受标靶药物的治疗 将把个案通报给社府的单位 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资源 协助他们一家渡过难关 22岁黄性民众两年前进医院检查 发现罹患骨髓性血癌 当时及时治疗 育后状况良好 未料隔了两年后再度复发 目前回到花莲休养并接受标靶药物治疗 经主力李里长林建成及李干事通报后 施工所社劳客将其列入社会安全网 吉南驻驻关怀户 市长魏嘉贤日前前往关怀探视 因为得到急性白血病的过程里面 必须要做一些化疗 跟标靶药物的一个治疗 所以我们今天也接获了 相关李长跟李干事的一个通报 那相对的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物资 跟一些卫足精 希望能够来了解它的 实际上的一个状况 未来要通报给我们 其他的一个社府团体 来协助我们这个个案 那我们真的希望说 每一个需要帮助的朋友都能够及时被协助到 那未来化疗史公所也会要求我们李干事 跟我们李长都能够分别针对社区 有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来提出相关的一个需求 那事情换我们来做相关的援助跟协助 在此还是要呼吁我们所有 化疗史的乡亲朋友们 要多注意我们身边周遭的每一位好朋友 有需要的话可以到化疗史公所来寻求相关的协助 魏嘉贤表示 受疫情影响 家中经济支柱全落在超商工作的地底身上 除了负担房租还有医疗费用 将会持续透过其他社福单位帮忙协助 并提供爱化疗史物银行生活物资 也请化疗箱侵若发现周边有急需协助个案 随时可向理办公室 或直接向市公所涉劳客反应 透过工部门社福管道 帮助生活陷入困境的民众战渡难关 接着长帮叶豪连事报导